患者平躺 閉上雙眼 維持姿勢不動 透過電腦斷層掃描 肺部結構清楚呈現在螢幕上 只要短短15分鐘 肺部癌細胞無所遁形 使用低劑量電腦斷層 這樣子的一個檢查 可以幫助我們在早期階段 就發現到肺部的這個癌症 第一期就馬上去做治療的話 它的存活率 五年存活率可以高達九成 肺癌高居國人十大癌症之時 由於初期幾乎沒有症狀 等到患者出現喉嚨沙啞或胸痛時 很可能已經是第三或第四期 此時五年內存活率僅剩一成 但若能在初期發現治療 五年內存活率可高達九成 因此 衛福部從今年七月起 提供有肺癌加足史或重度吸菸食 等兩類高風險族群 每兩年免費做一次肺癌篩檢 有心想戒菸的人是有幫助的 肺癌篩檢屬低劑量非入侵性檢查 對人體影響非常低 臺東基督教醫院今年成接衛福部肺癌 來早期偵測計劃 目前是臺東縣唯一公費癌症篩檢醫院 自七月啟動至今已有超過三十七人受檢 會符合公費癌篩的民眾用月篩檢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原則新聞來組織台東縣採摩報導